女人被鬼子的王牌狙击手锁定 一旁的士兵赶忙将他摁倒在地 无料却遭到女人的无情嘲讽 在林之宇看来 日本人根本不可能对同胞开枪 于是他便不顾士兵的阻碍 毅然决然地站了起来 可下一位 而林之宇到死都不会知道 开枪的人正是他的未婚夫真田 自从林之宇被八路俘虏后 真田便觉得他有辱家族的名声 于是便按下决心要将其杀掉 恰巧此时的八路嫌林之宇太爱事 便派出队伍护送他前往后方军区 可众人刚走出根据地没多远 贼酒就察觉到了不对劲 这地方怎么两个鸟都没有 太近了 这道人不把握 齐连长听闻赶忙让众人隐蔽起来 可埋伏在羊群里的针铁 却已经将枪口对准了林之宇 贼酒赶忙让他趴在地上 可林之宇却不屑一步 这个人不会拍的 贼酒听闻满脸的无奈 只能让一旁的士兵将气扑倒 可即便如此 林之宇还是不停地挣扎着要起来 林之宇我告诉你啊 你现在不是中国人也不是日本人 你现在是个女的 是女的我们就得保护你 你看你身后 来着多少人保护你一个人 在贼酒的劝说下 本以为林之宇会安静下来 可不料他却突然挣脱士兵的束缚 毅然决然地站了起来 他怎么也没想到 同胞会将子弹射向自己 他更不会知道 开枪之人正是他日四夜小的未封夫 而看着林之宇倒在地上的贼酒 当即就锁定住了狙击手的位置 但他却不敢贸然开枪 一听有这么多狙击手 地上的小黄瞬间就慌了 因为他当当为了扑倒林之宇 导致现在没有任何掩体躲 就在贼酒和狙击手僵持之余 听到枪声的赵连长 带着战士来到了现场 在一番观察过后 赵连长当即就想到了一个脱身的伴侣 只见一群伪装成老百姓的战士 纷纷从树林里冲了出来 而在地上等死的小黄也被成功救下 就在鬼子狙击手想开枪射击时 不料却被贼酒抢先一领 没议会的时间 所有战士就趁着混乱逃离了现场 而林之宇则被孤零零地遗留在原地 在解除危机后 贼酒这才反应过来 屁股让子弹给擦了一枪 紧接着 贼酒就被抬到指挥部进行救治 可就当女护士要脱下气裤子时 却遭到贼酒的严厉抵制 在众人的一番劝说下 贼酒这才妥协治疗 可还不等他的屁股完全痊愈 连长就派下一个重要任务 因为鬼子从太平洋战场运来了一台大炮 给我军造成了严重的威胁 于是便决定让贼酒带领起的弟兄 潜入鬼子的军事防区 然后找机会炸毁这门大炮 本以为事情会进行得很顺利 但没想到鬼子在周围埋伏了大量的地内 稍有不慎就会被炸得尸骨无存